快節奏的生活步伐 盲目追求物質享受 你過得快樂嗎 人都有夢想 純真的童年最初的夢想 你還記得嗎 實現夢想不容易 堅持夢想更是難上加難 但是有一個人卻做到了 他是鄭君欣 我們現在要去錄音室那邊去練歌 練歌 為什麼要練歌 因為有演出 所以要跟樂隊排練 鄭君欣在1991年 奪得鬥歌敬意的冠軍 他也是星搖小組 控制塔小組的成員之一 而三十年過去了 鄭君欣一直活躍於本地的歌壇 他幾乎每年都會參與 至少一次的演唱會演出 始終保留著對歌唱最初的熱忱 彈唱人的創辦人蔡依仁 回憶起剛認識鄭君欣時 對他的印象 參加星搖各場比賽的時候 是1986年 那時候老師的隊伍拿到冠軍旁邊 他就是一個喜歡唱歌 對音樂非常熱愛的一個樂隊員 然後我們今天幾十年來都不變 身為一位完美主義者 鄭君欣相信 在追求夢想的過程中 一定要不斷地鞭策自己 才能勝不交 敗不內 我記得第一次分手 我...我又拖一點 我多一點 我記得第一次 我... OK OK 我... 記得第一次分手 儘管他的歌唱實力無庸置疑 鄭君欣在每一次的彩排過程中 還是虛心聽從樂手們的建議和指導 為的就是讓自己進步 在觀眾面前呈現更高水準的表演 音樂 作曲 。 因为当制作人的话呢 就是说也必须要迎合 也要去跟不同的这个歌手去合作 郑军兴对音乐的这份执着 也体现在他的制作人身份中 录音室里的他 正在协助来佛市女子中学的学生录制歌曲 当音乐来的时候你们跟着唱 不要等到那一段才唱好不好 红衣服的同学一起唱 前面的时候音乐一来 你就跟着唱了好不好 来 即使这些学生只是来体验录制歌曲的感觉 郑军兴在指导他们时 却一点细节都不马虎 他力求完美 对学生要求严格 就是希望能把最好的技巧传授给他们 那个拍子稳一点 因为现在是六位同学一起唱 所以要唱得平稳 不要你又快我又快 你慢我快 OK 这是个tempo 每当看到我弹气摇头 你就立刻出现 一起喝醉 一口气 OK 唱完 不要不要吸气那边 可以吗 想一想你是气球的许泽沛 可以做得到的 OK 好 跟着唱哦 跟着唱哦 一起唱哦 音乐来就唱了 孕育出美妙歌曲的录音室 有着一股神秘的距离感 对于第一次录音 紧张又兴奋的情绪 使得他们没有丝毫的松懈 没有想过会这么有趣 但是就是稍微对信要感兴趣 所以就加入了 现在觉得一切都是值得的 就连昨天练习到凌晨1点钟也是值得的 虽然只是一堂课 郑军心认真细心的教导 感染了很多学生 他们永远都不会忘记 那个严厉中带点幽默的导师 出身于教育世家的郑军心 从小就梦想成为一名老师 对他影响最深刻的一句话史 引人水思源 就是因为这份使命感 和他对于梦想坚定不移的决心 他决定投身教育行列 另外一盏灯就放在这边 然后多一盏灯放在这边 放出我们的背 和一般人对于教师有距离感 不够言笑的刻板印象相比 教书时的他 选择和学生维持一师一友的关系 他是一个有严厉的一面 但是也有柔和的一面的 这样的一位老师 对对 你看现在进宣 你看看 他也是一个很幽默的老师 然后他每次在上课的时候 会不是给一些很冷的笑话 不要跟他讲啦 郑军心最大的理想是要将中华文化 传承给下一代 因此2005年他和郭敬龄一起在 伊安理工学院开创了中文系 那么有一次他会问我 你要不要去卡拉OK 我说我很少唱歌 他说来来来一起去 那么第一次听到他唱的时候 他一开他就唱出来 我们就全部退缩 就成为你的个人演唱会吧 我们怎么敢开口 可是他的缘人很好 他就说不要姐不要姐 来我教你们 我来一起唱一起唱 各位观众好 我是郑君兴 我是一名歌手 各位2011 现在2015年 各位同学好 我是郑君兴的老师 我是一名老师 可以 老师 老师你出自我最多 当过了舞台之心 制作了武术音乐 传承了武术知识 老师 那我们有一个小小的任务 想要让你完成 老师你可以 你可以开来 是雷狗的 你也可以try to fix OK 聊到了他最爱的手表 郑君兴就优如个大男孩 眼睛里写满着热忱 淘淘不绝地分享着自己的宝贝 这个还是比较适合你们的年龄 这个还是比较适合你们的年龄 好啦 至少说我帮你们组装成啦 毕竟是随着年纪大了嘛 眼睛也越来越差 那么要进行这一方面的兴趣 眼力还是要相当的好 那么长时间在面对 同样的一个那么小的一个仪器呢 肯定那个眼睛是受不了 所以我想这个只能够说是一个遗憾 人生就像一场旅行 一路上看到了不少风景 有些人往美梦成真的车站停靠 有些人则一辈子走马看花 无论是否得到幸运之神的眷顾 请不要忘记 那股追求梦想无畏的勇气 那颗充满希望炙热的心 如果说了声就喊一声痛 真的说出来就不会太难过 不去想自由反而更轻松 愿意感动就是种享受 生活 生活 会快乐也会寂寞 生活 生活